一春早出发那天 其实我是觉得你的身体不行 其实咱俩还有啥关系 我干嘛还替你出头 那你接下来就不想再这样了 所以说这是一个梦想 我后来就咱们俩这个事就说 我第二天我还冷静的时候 我还问我自己 我说再碰到这个事 我还会不会这么说 答案真的一点不出乎我所料 就是还会这么做 没这儿 每个事也没这儿 自己就是也做不到 有些东西你也做不到时不见 反正就是 她那淋巴现在肿了 万一她落下什么病 那你们管吧这事 让她早晚回休息 我还是挺感动的 你那包是不是特沉啊 我让你别淡 你老大爷这包干啥事呢 真是 我得牵着它吧 跑起来不行 那您坐在这儿能觉得累吗 弄过我下边推车人的感受吗 你这还用吗 小楠 我这喝不了 我喝不了 我倒给你吧 看天爱喝你 我倒给你吧 你不喝啊 我不是不喝啊 我我我我我 好喝的 你拿就应该拿厚的 你再接一遍吧 你以后记住你拿就拿厚的 因为你急怕冷知道吗 来你先把这个地拿接过去 这爷们的 他急是我意料之中的 其实他已经克制了很多 我敲门时 他每回就 就感觉是要打仗了 然后他说下楼吃饭 我说我不吃 我说你去吧 你不下楼吃饭不行 你这样安排自己是不行的 你得下楼吃饭 简单粗暴的 就是跟你说过多少回 动着了吧 动着能怪谁 只能怪自己 就是这种 我觉得这就是他 要换一种敲门方式 我反而觉得有点惊讶 你要学会欣赏他 有可能以往我会聚焦在他的敲门身上 可是他的动机背后 是急切的想看 你睡好了没有 没一发烧吧 你得吃饭 你不吃饭不行 不带这么玩的 他是这样的 但是他不会说 我很关心你 我很担心你的 这不是他的表达